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 搭配不同的效 个性定制化服务做得好 让消费者觉得靠谱 DC减肥要是被代购代火的 现在你百度泰国DC看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微商广告 为什么代购减肥要这么火 还有一个原因 BC定价很贵 据一切所知 便宜的2000元左右 贵的能标到4000元以上 一切也真是佩服微商代购们的想象力 所有药品的功能都只有燃脂 成分要理身吧 这其实是大多数减肥者的一个必定 只要听说能减肥 效果好 根本不看什么成分 随便两具燃脂 减脂 不反弹 就能让他们立刻送上自己的钱包 把成分 药性 原理这个事 还是让一起来吧 分它明我们先来看DC主要 DC减肥药 变糖级产品灰红胶囊 就是Dior Mini它用粉末加微粒的制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感冒药的制法 所以很容易让人头晕目眩 一般人根本受不了 但更主要的是 这几款主要的核心成分是分它明分测明 从麻黄浅提取出的安非他明大家都知道 有强烈的成隐性和阶段反应 从六十年代开始 各个国家就建设安非他明 后来医生们发现安非他明有减肥作用 但又激单政策 他们就各种改改改 研发出了跟安非他明结构一样的饮生物 分佛拉明 安非他明敷本病案 安非他明和分佛拉明的化学是 就算不懂的人也能看出来 而分佛拉明和BC减肥药中的分他明结合在一起 就是臭名昭著的减肥药分分 平均体重200磅的非胖症患者在吃了分分之后 平均瘦身约30磅 减肥效果达到了惊人的15% 以至于当时1996年 全美的医生开出了1800万张处方单 然而过去还没有一年 就有好几百人服药 这被发现患上了可能致命的心血管疾病 分分被禁了 分佛拉明也被禁了 就剩下在法律边缘苟且的分他明 还在小心翼翼存活着 所以封你全球的泰国BC减肥药 靠的就是侥幸存活的分他明 现在全球对于分他明还是持有怀疑态度 有很多文章报道 了这种可能导致心脏疾病的疑惑 大家还记得一姐刚讲过的 增本上市一年后导致大量致命心脏疾病吗 这些结果 基本上是靠这些减肥人士 自愿活体实验的出来的 而面对分他明 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人们还是自愿做小白鼠 以命吃药 却不愿意运动健康这个简单的道理 绿卡色磷不管是安非他明 分弗拉明还是分他明 它们的原理都是相同的 那就是通过操纵大脑中一种名为 五强色二五HT色Otonic的神经信号分子 发挥一致食欲的作用 DC出的新药绿卡色磷 也是基于这一原理研发出来的 虽然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自1998年 之后皮革上市的唯一一种健备新药 但效果却很弱 完全满足不了超症患者的燃眉之急 伏锡听DC主要的另一部分 是用来安神的 这里面的成分一解 最想说的就是伏锡听 如果大家周围有抑郁症患者 应该知道百优解 而百优解的化学名称 就是炎酸伏锡听 而它最重要的功效 就是一只中枢神经 对于物抢色S在吸收 然而一解前面长篇大论 讲的BC减肥药两种主打成分 都是来刺激武抢色案大量产生的 至于正的药拿来对抗减肥药副作用 到底有多可怕 大家自行体会吧 假状腺激素以下都是BC服药 根据个人情况不同来配置 大概讲一下 福塞密定 也叫利尿 作用迅速 强大 由于水 电解质 丢失明显等原因 不不一常规使用 普奈洛尔心安定 悲铁肾上线能受体主治剂 主要用于心率失常 心脚痛 高血压 甲状腺功能靠近 主要用于心血管疾病 低吸盘 安定 用于焦虑 失眠等 立板纳敏 又名副尔敏 主要治疗各种光明反应 这里边最容易解震惊的 就是甲状腺激素T3或者T4 大家了解甲康吧 全名就是甲状腺功能抗近症 甲状的病人都有一个特征 很瘦 严重的会出现脖子肿大 凸眼症 这些是一解截取的部分甲状症状 甲状发作会危及心脏 而低肥腐药中的心得安 就是甲状的主要治疗药物之一 一解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什么 而减肥药添加甲状腺促进剂 这是看到了甲状 可以让体重减轻的这一原理 一解曾经听到过一个真实案例 有人吃了低肥腺肥药 双腿瘫痪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 这正是甲状发作周期性瘫痪的表现 对于这些减肥药 说到底都是通过外力 让我们在饮食上迅速刹车 控制食欲 赞我们的食欲 跟体内各种激素水平 大脑习惯紧密相连 尤其当你是一辆超赛的车 突然把刹车踩到底 惯性作用下 车很有可能遇到危险 但却仍然有不计其数的人 紧而走险 最后放一个网上看到的 吃了十多年减肥药的人 真实的心路历程 不管怎么样 意见还是希望 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 珍惜生活和生命 这次叫做 白 明 鸑 瓶